黑洞深渊发现巨型骨骸 如果是浓的话应该是非常的长 有点像老虎 七型老人曾在指木鸡巨蟒 当地人称其为蟒坑 当我们极限放生200多米下入其中 竟发现空间巨大 动到错综复杂 稍有闪失便是九死一生 这里真的有动到 不知动到的尽头是巨蟒脑潮 还是活人炼狱 跟随我的尽头下入蟒坑 一探究竟 太深了 我去 头滑 已经这个毯子上面是做了一个盖板 防止里面的巨蟒 拔出来伤人 这什么 在底上 哇 优廉虫 好多呀这里 我感觉这个动到有可能就是那个巨蟒 慢慢歪出来的一个动到 让我歪出来 用我们装备 所以说特别难爬 前面好像变大了 前面变大了 有大空间 对对对 这边变大了 在前面就是竖井 小银银银银 没事你快来 现在挂好了保护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蟒源有多深 龙银声听到没有 我还没听到 我也听到了 脚都在发抖 似乎听到了蟒的嘶吼声 所以这时候我们准备了专业装备 向阳作为开线先锋 所将这个蟒坑 先锋已经下去了两个安全站 我们准备下降 来到了第二保护站 那享受这个回音 红颜天空上 好深邃 继续安全下降 太深了 好光环 这个会不会是那个蟒 只要在上面缩了的 磨出来的这么光滑 换点之后又可以下降了 这个下降是一时爽 爬起来真要命 下降了差不多110米左右 现在向阳还在开线 什么情况 200米到底 200米不到底 继续安全下降 是不是非常的丝滑 这个下降器在下降的时候会非常烫 所以不要下降的太快 全是一神悬空 下面是有水吗 是有水 成功到底啊 我去 70米的悬空降下来 在这边就看到了这个大骨头 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某种古生物的化石 已经完全石化了 看这边完全已经钙化了 这样看起来的话 有点像老虎 这里面没有食物 它有蟒 它怎么生活呀 我们去这个上面的洞道看一下 要从这里爬上去 要这些猪乳寺上面 早点 我们从这里 这个就是真的很难爬 要这些猪乳寺上面 早点 我们从这里 攀登上去 就可以上入上面这个平台了 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像火炬一样的水冲石 是不是像火炬一样 咱们继续前进 火门一马当千 跑到最前面去了 我们继续前进 这里面的人为痕迹就比较少了 这边去了 咱们继续前进 这边全是 坍塌去 从这个小洞这样爬上来 我们看这个洞壁上面 好多奇形怪状的水冲石 然后它的洞道了 又是向这个方向去的 这里洞道变得很干燥 像这个干洞道里面 有这么多水冲石的话 说明曾经这里也是淹起来的 继续前进 你看这些石头好漂亮 水冲石吗 对 千奇百怪的 看这个 继续趁热 哦 什么情况 哇 哇 像进攻打资格吧 哇 水 啊 哇 哇 这里真的是体验感超强啊 这一整个动道全部都是水冲石 继续渗入 脚皮馅 脚皮身觉得平均滄 嗯 脚皮 out 脚部 这条密道究竟会指引我们通下火处了 这个洞壁上面有水冲石可以攀附 现在我们过了这个坛口了 可以继续往洞灶深处前进 下阳 那个下面发现了一节竹子 我分析这个下面是有洞道的 虽然说这是个坛口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下去一看救命 这才是被你填满了 看到没有 我真的下去了 哇 这里真有洞道 压么就是盲洞 压么就是有出口了 因为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风流动 这里洞道一风为二 这边有一个 左手边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 是一个盲洞道 走不通 那么我们就走右手边这个 开始上行 但是依然感觉到有风 下边看队窝 底水穿石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石头 漂亮吧 什么 盲动的 进不去 动了吗 这全是水穿石 可以看到这里面 确实是过不去了 这就已经达到了极限了 好 我们这时候原路返回 那本期视频呢 我们可能就分享到这里了 关注 带你看更多美的风景 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险之类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